上视频我说这个手柄的背面特别烫 后来经过了静置放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它不烫了 冰冰凉 仍然是不可用 没有电 它的电放光了 但是也冲不进去电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索尼的官方充电底座 它亮了 这是正常的充电状态 但是我们注意看 它马上就会断电 而且断的非常突然 看到了吧 突然之间它就死掉了 现在的状态是冲不进去电 里面也没有电 PS5不能开机 但是呢 我测了一下 这个手柄按键什么的功能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是电源模块出问题了 我们把它插在PS5上 现在可以进系统 这个灯是亮的 左右键都是正常的 但是啊 一旦我把这个线给它拔掉 就不能用了 上次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个视频里面 说它背板特别热 那也是电池的问题 今天呢 去送修 送修要带几二东西 因为这个手柄是机器自带的那个手柄嘛 所以说第一个是要发票 纸质击达 或者电子的应该都可以 然后呢 就是保卡 然后把它装起来 等什么时候取回来 我再和各位分享 PS5手柄售后 北京的售后点是在王府井 我是坐地铁去的 记住这个口是B1出口 索尼的店铺在东方新天地 不是东方广场 从王府井地铁B1口出来 就能看见东方新天地 从东方新天地的西门进去之后 走不了两步就能看见索尼的店铺在右手边 这是索尼的卖场 但是里面也包含了售后服务 在一个小过道里 我把它的营业时间拍了个照片分享给各位 索尼相机的售后也是在这个位置 PS5手柄售后换新需要等五到七天 换回来的这个新的是带包装盒的 但是他们得给拆开 拆里面的那个条码 好了 这个追加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